最好的骑士永远留在了2016年 最后一个骑士离开了 这些人现在都在哪呢 过得怎么样 那年的泰文卢是第一年成为主教练 生涯起点足够高 但随着勒布朗的离开 卢之道也被解雇 现在带快船 压力不小 詹姆斯离开骑士加盟紫金又多一贯 刚刚成为恩贝利史德芬王 仍在追逐荣耀的路上 欧文离开骑士之后和两个东家也不太愉快 现在在独行侠联手东七棋 但谁又能知道结果呢 TT夺冠后又打了四年 现在在ESPN担任分析师 理查德杰弗森夺冠后又打两个赛季 随后宣布退役 不是因为状态太差 是因为父亲的离开对他打击太大 现在转战媒体行业 你应该总能看到他 钱宁夫来在19年退役 他的投篮属性在现在会更吃香 但如今他也是一名篮球评论员了 肖伯特还是那么不安分 不管是因为违禁品 还是因为他的言论 第一代到世卫 JR在骑士夺冠后 又随老瞻在胡人夺冠 也是那个赛季之后他无球可打 七五从文上了大学 现在偶尔打打高尔夫 开始享受生活 莫兹哥夫在夺冠后和胡人 签下了那份著名的 四年6500万的垃圾合同 19年离开NBA回老家打球 前段时间还出现在绝禁的主场 莫维莱姆斯夺冠后便结束生涯 然后成为了一名大学篮球教练 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在NBA出现 詹姆斯琼斯退役后加入太阳管理层 这个赛季成为球队运营总裁 刚刚把杜兰特交易过来 德拉维多瓦夺冠后去了熊路又回到骑士 21年离开NBA 一年后竟然又回到了NBA 这个赛季还打了24场比赛 邓台琼斯现在也在做教练 麦克雷加盟过北京手钢 跑完夺冠后就结束了自己的生涯 这一支克里夫兰骑士 是很多球迷最爱的一支队伍 同样也是勒布朗最难忘的一个冠军 最后那支最好的骑士 终究留在了2016年的夏天